2004年 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队 派出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 南极内陆野外考察车队 这些队员的任务 是寻找到被称为 白眼巨人的南极兵穷海拔最高点 Dominating 让这个神秘的冰雪巨人 现身于人类精密的坐标点中 抢占南极考察的科学制高点 在古希腊神话中 人们称阿尔戈斯为白眼巨人 阿尔戈斯浑身长满了 一百只明亮的眼睛 明察秋毫周围的事物 即便是睡着的时候 也有两只眼睛始终警惕地睁着 勇敢的阿尔戈斯最大的估计 是杀死了女妖厄塔德纳 传说孔雀美丽的尾巴上 镶嵌的就是阿尔戈斯的眼睛 如今各国现代化的科学考察队 把南极冰穷最高点称为白眼巨人 其中的寓意是希望那里成为打开冰雪世界 科学奥秘的明亮眼睛 它不光是一个地理 不光是一个高度的能力 其实它还有一更深层的意思 是科学 南极科学的一个制高点 因为这个制高点到我们那次去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考察队 从地面到这个制高点 所以说对中国来说 这些也是我们长期以来 尤其是做内陆考察的 这些科学家他们多年的一个愿望 正是这被科学界称为制高点的区域 却拥有着像白眼巨人一样可怕的冷酷 和无穷的力量 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至极 这里是南极大陆的腹地 世界上最为荒凉和冷酷的大陆 在面积达1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 压盖着平均厚度接近2500米的冰 一望无际的巨大冰体 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冰盖 南极冰盖 这里凝固着地球上72%的淡水 控制着地球的冷暖变迁 南极大陆腹地远离海洋 氧气稀薄 一场干燥 更为可怕的是 这里有着最为猛烈 永不停息的帮风雪 这样的极限环境 给每一个曾到达过这里的探险者 都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历史上南极内陆地区的探险充满了传奇 1910美国斯科特探险队和挪威阿蒙森探险队 同时宣布向南极点进军 两支探险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角逐 彼此都梦想着成为到达南极点的世界第一支探险队 阿蒙森一行五人 用狗拉雪橇 经过千辛万苦 于1911年12月4日 成为人类第一个到达南极极点的探险队 而斯科特探险队一行五人 顶风雪经过82天 于1912年1月16日 终于到达南极点 失望至极的斯科特 在归途中 因饥饿劳累 长眠于南极的万年冰雪之中 这场攀登南极点的角逐赛 为人类探索南极的历史 留下了光辉一年 一般情况下 在南极的内陆地区 距离海岸线越远 海拔就越高 同时气温就越低 风力也就越强 南极兵穷A地区 是南极大陆距离海岸线最遥远的区域 那里不仅海拔高 而且气候恶劣 是南极大陆下降风的侧源之地 在南极野外 下降风的到来 预示着恶劣天气的来临 它可以迅速夺走人体的热量 把生命推向死亡的深渊 这条1300多公里的冰雪高海拔路程 对每一支陆路考察队来说 面对的都是 令人望而生畏的全方位挑战 从车辆到补给 救援 再到队员的心理和生理 南极兵穷A在全方位地挑战着 所有到访者的承受极限 中国政府从1996年 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 考察兵穷A区域的计划 但一直到2004年 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考察队 能够来到这里展开考察 从1997年开始 中国政府开始每年都派出考察队 不断地挑战着这段 充满危机的冰雪陷路 我们国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 就开始向倒霉发起冲击 在我们21次队之前 是连续有三次冲击 最远的一次到达了1100公里左右 就是还差最后一点 没有到达倒霉 2004年 中国政府决定再次派出考察队 挑战白眼巨人 希望通过这次考察 进入兵穷A地区 为中国政府开辟南极研究新领域 做前级的调研工作 同时也是为今后 在南极内陆建立第三个 科学考察站的选址做准备 当年为了征服这条不断攀爬的冰雪之路 中国政府对考察队在车辆和人员上 都给予了最大能力的保障 当时确实对于能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应该说大家是信心十足 因为我们也相信 通过前一阶段的积累 通过我们不断地向内陆挺进 这个信心大家是有的 但是谁也不敢打跑票 我们也想到了最后的结果 那就是比方到了一定是上不去了 那就撤回来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精心准备 这支又是三名考察队员 和四台雪地牵引车组成的考察队 迎来了出发的时刻 有可能 比方说我们这次探索可能失败 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探索 如果要失败的话 我们希望为后续的这些工作 来奠定基础 来积累经验 在大家的祝福中 13名中国考察队员 义无反顾地踏上了 人类寻访白眼巨人的风雪之路 用了 人类寻访白眼巨人的风雪之路 跟丫头都是 relationship 此刻被委以重任的13名队员 怀着美好的憧憬 踏上了寻访白眼巨人的征程 按照计划 从出发地到兵穷A的行程 将不少于1200公里 在前几年 中国的考察队 曾经走过这条线路的前1100公里 如今 13名队员将沿着这条线路 走完1100公里 最后再冲击海拔最高的兵穷A 虽然说 这支考察队已经掌握了 很多这条线路的情况 但每个人都清楚 在南极巨大的冰盖上 脚下着巨大的冰体 无时无刻地在运动中变化着 所有的经验 只是适应于昨天 他们唯一的行动准则 就是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 从我们出发点到500公里 这个范围 它的冰盖 在南极 大家可能有不少 都看到过 一些冰凤 像历史上 有不少的考察队员 就掉到冰凤 失踪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冰凤 又称为冰猎系 绝大部分是冰盖运动中 受力不均产生的断裂带 有的可深达2000到3000米 在表面积雪的掩盖下 冰猎系仿佛是个张开大口的魔鬼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我们可以说 开着这个车 你走一走停下来 走一走停下来 但是我就是 拿猪杆 就一样 踏路一样 可以说那次 也就是一个探险的前行吧 在练习区 考察队唯一的办法 只有小心形势 谨慎前行 在整个过程中 最让考察队紧张的 就是车辆的故障 在野外 车辆一旦出现故障 损失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 更会给整个队伍 带来生存的危机 按照 被冰茶抓获了 这样听到有一个很硬的用刺 估计是海冰坑或者说 海冰渣的 电一秒 让他们简单 很有钱啊 在轮胎 什么时候 这个人是摄掉 把铁钻收掉 好了吧 新开办了 早期中国南极考察队 使用的雪地牵引车 来自德国制造的 PB系列山地工具车 按照国际惯例 在南极内陆野外考察 13人的考察队 要配备最少8台雪地牵引车 但当时中国南极考察队的 全部家当 就是这4台型号不同的雪地车 这种车辆可耐零下50度的低温 并且结实耐用 但即便是这样的工具车辆 在坚硬的南极冰盖上 也时常会因为超负荷的运行 常常出现故障 这种雪地车的缺点 是速度慢 耗油大 在冰雪路面上空车行驶的速度 每一小时也不会超过12公里 这就意味着 考察队来回近3000公里的行程 最少要用50天到60天的时间 而且他们还要拖载200多桶的燃油 不断攀升的海拔高度 让满载车队的行进 也变得越来越吃力了 随之而来的则是队员们 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 血氧含量持续降低 疲劳感也越来越强烈了 队员们身体和驾驶的车辆 一样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行 这时不论是对人员还是车辆 哪怕是一点的疏忽 都极有可能把这支队伍 拖到失败的境地 就当考察队艰难地 跋涉到距离目标点 50公里的范围时 一件突如其来的变化 彻底打乱了考察队的行进计划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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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后来想起来 真的是挺可怕 如果要没有这样一个 这一个支援的一个保障 这支队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 虽然只有50公里很近 但是我们绝不能拿队友的生命去冒险 寒泪送走队友的队友们 经过短暂的修整 开始了向目标点的最后冲击 这支历经艰辛的中国考察队 迎来了历史性时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东京七度二十一分 南北八十度零零增零零秒 这里的海拔高度是四千零三十五米 我身边这些黄线呢 就是我们所做的南北八十的标记物 从这里往南呢 就进入了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 也就是南极倒霉地区的中心地带 今天我们中国南极内陆冰盖科学考察队 将从这里向南极冰盖最高点冲刺 这也是人类首次进入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 现在我们中国沿外线一起冰盖 现在我们中国沿岁冰盖国的 在香港沿岁冰盖的最高呢 现在我们中国沿岁冰盖国家的 武艺我们最近冰盖美国不会 的冰盖国家有这样解决的 是三十三两相拿森冰盖国家的 因为会有乐主席的兰盖国家 但是我们这样有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再结合DOMA最高点 它自己的特色 制定了我们国家 寻找DOMA最高点的计划 按照中国考察队的方法 考察队员先期在国内 利用卫星摇杆 和一些高精度的DEM数据 确定了DOMA大概的区域 现在考察队所需要的就是 进一步的现场测量和确认 刚开始我采用了传统的方式 虽然它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几十年前的技术 但它是非常经典的 是非常有用实用的 用经纬仪来寻找地平线的高点 然后我们就一天这样 一站一站地搬过去 一直到确定一个 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里边 确定一个比较高的区域 利用当时比较先进的 卫星测量的手段 要插分GPS的测量手段 在开展小范围内的精确测定 来确定最高点的位置 队在南极一般是不允许 单车出去作业的 当时我们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当时队里面我们都带着队长机 每走出几公里 都会用队长机和大本营联系 大本营专门有人守在营地里边 专门和我们负责通讯联系 让我们还带了 以防不测 还带了海事卫星变化 万一外面车遇到故障 或者什么不可一致的风险 我们可以及时和大本营联系 他每天出去就是 以前是要圈 后来走车 走到那个什么W系 就来回这么来回跑 可以说它是在几公里 两公里吧 是一公里 它就达一个点 因为这个还应该说是非常密 一天下来以后 我应该说也是非常密 每天晚上回去 几乎大家都要问我同样的问题 今天看出来没有在哪里 我都说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要最后要靠测量数据来说话 经过五天的艰苦寻找 负责测量的两名队员 传回了好消息 白眼巨人终于现身 在中国考察队 感觉一被困难 就这么确定了 我只能把他没有 在 destroyed 我只能不说 因为我都没有 再确定了 我自己在这边 还记得到 相纯的 就这边 我以为 几乎 耶 那些人 还不是 我 死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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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